我们来关注中国航天的新动态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 今天将执行探阅工程四期嫦娥六号任务的 长征五号摇巴运载火箭 运抵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六号探测器一起 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目前发射场区各参事系统 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六号任务的准备工作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相关消息 今年中国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模式 在中国空间站上开展的实验当中 有的是在空间站舱内进行 而一部分实验则是需要在舱外开展 中国空间站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 自2023年3月8号出舱至今 已载轨实验满一年 昨晚装置及装置中安装的首批400余个材料样品 圆满完成舱外暴露实验 成功返回中国空间站内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科研人员介绍 本次样品取回作业是由空间站的机械臂实施 北京时间3月14号21点左右 安装于问天舱舱外的材料暴露实验装置 及样品组合体被转移到空间站气炸舱内 15号航天员将取回的组合体从气炸舱转移至梦天实验舱 在地面科技人员的远程配合下 将装置内部的科学实验样品拆卸并存储 实验舱回到空间站里以后 航天员主要是将这些科学样品进行拆卸 然后安装到我们的收纳箱内 后期随着载人飞船下行送至地面 然后送至了科学家的手中 然后将他们进行一个分析对比 首批舱外暴露实验的材料 包括非金属及金属两类 共计407个 新一批科学实验样品会分批次运到中国空间站 其中被动辐射制冷材料 巨纤压暗纤维材料 光纤材料和光学薄膜材料 以随天舟7号货运飞船运至空间站 计划今年5月份 由航天员统一安装至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内后出舱 开展新一轮暴露实验 在中国空间站首次开展的材料舱外暴露实验中 总计有407件实验样品 这些材料都有哪些呢 开展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呢 好 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首次材料舱外暴露实验的样品是2022年11月 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与材料装置一起运送至中国空间站 其中非金属材料有记忆聚合物材料 月氧加固材料 固体润滑以及凝胶复合润滑材料等 金属材料有铭合金多孔铜材料等 据数据统计 航天器所发生的故障70%以上 是直接或间接由空间环境因素所导致的 为提高材料及其制品 在空间服役过程中的稳定性 可靠性和耐久性 亟待开展空间材料载轨暴露实验 据介绍 材料舱外暴露实验中的这些样品 是完全暴露在宇宙空间的真空 微重力 高能粒子辐射等复杂的环境中 空间温度变化可达零上100多 到零下100多摄氏度 通过暴露实验 可以揭示材料组织结构损伤 性能衰退 以及功能失效与破坏的机制 推动柔性太阳翼等大型空间 可展开机构材料 空间机构润滑材料 月球基地建设材料 精密电子设备中子屏蔽材料等 先进材料的空间应用 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长什么样 有哪些功能 在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由一台与中国空间站上 开展实验的材料 舱外暴露实验装置 一模一样的设备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近距离地了解一下这台装置 这个装置就是一个带轨 跟天上那个一比一的一个材料暴露的实验装置 然后我们这个材料装置都分前后材料箱 主要是在材料箱里面安装一些科学样品 材料箱可以展开 如果前材料箱展开以后呢 这些材料安装在这些个安装 这个材料面板上 我们把样品安装在一个样品支架上 通过这个样品支架呢 统一安装在这个材料箱的安装板上 这些位置是都可以安装 对这些位置都是我们的一个材料样品 科学样品的安装位置 前面部分然后还有后面 我们都是可以安装样品的 就是这都是为了增加这个暴露面积的 暴露时间的话是有分一年的还有半年的 半年期呢就是我们主要安装在一个后材料箱 等到比如说在大概去年9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后材料箱呢就进行了一个收拢 这样子相当于我们半年的那个实验 实验就是考核就结束 然后呢前台箱一直是保持这个展开状态 直到应该今年3月份 结束我们的暴露实验 为了在舱外实验过程中 可以观察材料的表面变化 科研人员还在这套装置上 安装了一台照相机 载轨对材料开展研究 我们的那个相机呢是可以有 可以三维移动的 相机移动进行一个拍照 将照片传回地面 科学家可以根据照片呢 进行一个表面形态的观察 开展他们的相关的数据的一个统计 感谢您的观察